这三个日常小举动可能会容易留住一个男人的心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不光是油盐酱醋 其实还需要一些小技巧 你把握好会让男人更加的离不开你 来看看吧 1.适当的嫉妒 嫉妒的原理很简单 我们小时候不想玩 放在角落深灰尘的玩具被别的小朋友拿去玩 我们会很不开心的把它抢回来 人长大了还是一样 如果哪天你突然发现 跟你在一起九到十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对象 突然有人追求他 爱慕他 突然有人跟你说 嘿 你男朋友很不错 在你的心中 你的男朋友突然就变得十分不错了 有的书教人如何搞定男人 其实搞定男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搞好你自己 2.提升自己 偶尔让他吃点醋 男人很爱面子 他想让你吃醋 但从不会说出来 要你生活过得精彩 不是要每天勾山搭死 乱搞暧昧 故意让对方吃醋 这种无聊的游戏 玩超过三次就会变成花痴 我承认吃吃小处 有一身体健康 但只有短期的效果 如果你害怕在感情上 成为那个比较爱对方 而失衡的人 你就努力让自己生活的精彩 充实 忙碌 转移注意力 尽量跟朋友出去 不要整天等着他约你 最后失衡的就不会是你 再不然你就和他做一样的事 如果他总是不能体谅你的话 他总是莫名顽规 你也努力开发自己的夜生活 就算此次逛书店 看电影也好 他总是有很多女性好友 你也可以交很多男性好友 他总是无奈上酒店 你也无奈逛夜店 所以适当的让他吃醋 不仅不坏 还会让他更加的离不开你 希望女生们都能记住 三 注重外表 请注重外表 因为不管你脑袋有多好 学问有多高 气质有多不凡 谈吐有多粗纵 当你没有化妆 戴着眼镜 夹鲨与夹 穿着欧巴上睡衣 夹脚脱鞋 任谁也看不出你有何优点 我这辈子最瞧不起 不让女人打扮的男人 他们总说 我不喜欢你穿这样给别人看 有的女人还傻傻地以为 男人多爱她 多重视她 其实男人根本把你当她的财产 有志性的男人 即使希望女友打扮得漂亮 他不怕别人注意你 也不怕你被多看一眼 会威胁到他 凭什么你不能让自己很漂亮 如果爱你 他应该希望你 也觉得自己很漂亮才对 不要怕男人嫉妒你 你越漂亮 他才越觉得自己像撒尿 宣似主权的狗 嘿 这个美女是我的女人 你离她远一点 当男人对你产生厌恶的时候 你不要慌脏苦恼 这个时候你要先想想原因 是你自身的不好 还是其他原因 如果没有 那你就要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得很优秀 而且还要在生活中 多施展一些技巧 以上几点一定要牢记哦 或许你能用到 最后祝大家开心幸福 和和满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